這個中國的這一個散戶投資人 這一波指標案例知名度最高的 就是胡錫進 胡錫進說如果時光重來 他絕對不會買A股 確實從去年以來 胡錫進就一直說 哎呀你看你不要擔心啊 我也有買啊 而且你看等一下我就加碼 一直加到最近這兩天 他真的終於是受不了了 所以就在這兩天 他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呢 就忍不住就開始 第一個秀出他的手機 你看到我現在我一共進場了 51.5萬人民幣 目前為止虧了7.8萬人民幣 合台幣大概35萬啊 然後呢也很感慨的說 如果能夠時光倒流 他絕對不會進股市 不會去投資啊 那真的是很慘啊 可是呢 哎網友不領情喔 他說了 哎第一個你只拿照片 你又不是實際的帳戶嗎 這真的是你的你的帳戶嗎 你會不會其實早就已經跑了 根本就這不是你的 實際上的持股嘛 那還有另外一些人說呢 哎會不會你實際上投入更多賠更慘 只是你不敢講而已啊 好不管怎麼樣呢 胡錫進我看這波一定是有賠到啦 好所以呢他也在他自己的微博 就就提到說呢 政府的力量真的該出來 救股市啊 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啊 哎這個話一講出來 大家看到今天露股真的是反彈啊 上陣漲了3%多 深圳更大漲6%多 恆盛也漲了4% 好可是今天的反彈 大家特別去注意到 中國政府是暴力互盤啊 為什麼我說暴力互盤呢 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前面砸了那麼多錢 連國家隊進去都不能互盤 結果這兩天 中國政府說呢 再有放空我要把你抓去關 而且我已經查到實際的案例了 哇這樣一講 大家當然就 就已經要開始保守了 那事實上我去查 整體市場放空的 能夠用龍券放空的 占中國股市其實只有0.1% 表示很多人是我買了 我不是龍券放空 我是覺得市場不行 我再往市場倒貨嘛 那現在連我要倒貨 要去賣股票都不行的話 那你覺得投資人 還敢去操作中國股市嗎 所以很多網友就出來罵 罵什麼呢 他說真的是 當局者太腐敗了 才會造成全世界都漲 只有A股在跌啊 那甚至有人說 這個基本上管理者就是垃圾啊 管理者甚至根本跟漢奸無異啊 那請問他說的管理者指的是誰 好我們就自己 對啊 那也有網友就很諷刺的說了 哎呀大家不要講啊 全世界都在漲 但是他們不幸福 可是我們呢 我們很幸福啊 哇有夠諷刺的啊 好那中國這一波呢多慘了 今天當然反彈 但是你看到昨天 昨天中國盤中呢 出了一個 就發生一個紀錄 什麼紀錄 盤中最多有超過1000檔股票跌停 上一次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已經是2015年的時候 可是2015年那時候盤中大跌 是那時候中國股市是接近歷史高跌 大跌從高點跌下來跌1000檔跌停也就算了 可是中國股市大家都知道我們這陣子一直天天都在追嘛 是已經很低檔 居然昨天盤中還可以超過1000檔跌停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的事情啊 好所以很多網友都說這跟著是國際級的笑話 而且甚至有人也會否刺說 這是中國的特色啊 其他國家看不到的 那還有網友也很否刺 也是我們前兩天說到的 仿照這個人民日報的寫法就說呢 千古跌停洗淫新年 釋放風險穩中向上 人民洋溢在幸福之中 一片歡樂笑語 哇真的是苦中作熱 大家就知道 現在這個網友已經跌 已經跌到不曉得該怎麼辦了 好那我們講到中國過去這政府 這隊國家隊真的是互盤互得很兇啊 我們就以具體的例子 就有投資機構統計 光一月份中國的國家隊 砸了202億美金進入市場 核台幣是6300多億 這個數字跟去年全年的月平均來說 整整高了10倍 所以你想砸了這麼多錢 還救不起來 你就知道這根本就是 整個市場的潰散啊 好那政府救不了 那很多股民就開始 向個別的企業求救 因為很多個股跌得很兇嘛 所以呢很多網友 就到這些公司的網站去留言 說哎呀你們看 你們這些公司的主戰者大股東 看到你們自己公司的股價跌成這樣子 難道你們都不會心寒 難道都不出來救股市嗎 那如果你們公司有業績好的話 那我們就趕快公佈業績嘛 結果沒想到呢 哎有一家公司 這個叫易通新財的這個公司呢 就回了網友什麼話呢 他說呢 人生呢 不知自己只有股市而已哦 你還有你的父母 還有你的子女 還有你的愛人 還有你的朋友等等 都是值得你去關心的 好你還不如怎麼樣呢 適時離開股市 放下執念 給自己一個輕鬆的心情 好就遠離露骨身心健康平安啊 對 而且還不是只有一家公司這麼說啊 還有其他家都有類似的說法 所以對中國投資人來說 你說叫他們怎麼辦哦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部分 高盛證券最近就趕快做了一個調查 對他們的客戶去問 去問結果超過四成以上的外資都說 遠離中國股市哦 才能夠保健康保平安哦 好那以實際的數據來說 上個月就是一月份的時候 藉由香港 透過護港通去投資中國的市場 是護港通2014年開辦以來 第一次外資賣超 賣超高達118億人民幣哦 所以真的是不是只有中國股民哀嚎 連這些外資都哀嚎 趕快跑哦 那為什麼整個中國市場 這麼沒有信心 很大的一個問題 當然就是房地產 帶動整個經濟的往下滑 跟大家的這個悲觀情緒嘛 再看到一個我也覺得蠻矛盾的 習近平不是說中國已經脫貧了嗎 結果現在中常委的辦公室副主任 韓文秀居然出來說 我們要防止規模性的反貧 哎這不就奇怪了 你不是說去年經濟成長率5.2% 比市場預期原本的更好嗎 既然市場這麼好 那你怎麼會覺得要反貧了 那不就有彼此矛盾嘛 好所以呢 他說這時候要有兩個確保 第一個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第二個是確保不發生規模性反貧 好可是對一般的民眾 尤其是這些年輕人來說 年輕人過去我們講過 有所謂的內卷的 內卷的啊躺平的啊 現在又做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45度人生 什麼意思呢 因為很多年輕人說 我想要內卷可是我卷不動 我想要躺平 我也躺不平 甚至我想擺爛我都擺不爛 那最後知道怎麼樣了 45度叫做得過且過 好所以呢 就很多的這個順口又出來了 說什麼呢 上班上進還不如上鄉 越努力越無力 有多努力就有多焦慮 等等 好而且喔這個中國人民大學 有實際統計過 高達28.5%的年輕人 現在真的就是45度的的人生喔 好那更有12.8%的人 是真的躺平 真正還在努力的 其實只有58.7%而已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